今天,气候变化是人类迄今面临的全球最大挑战之一 它需要地球上各国政府之间前所未有的合作 66年来,国际民航组织在其190个成员国之间可靠地促进了合作 早在联合国成立之前,国际民航组织就于1944年12月7日 随着在芝加哥签署了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而问世 其设想是,在机会均等、安全、正常有效及经济的运营之基础上 是航空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 促进和平与繁荣 原先的设想已经经受住了世间的考验 并在21世纪成为一个环境保护的远景 多年来,各国一贯致力于通过国际民航组织把这一共同远景变成全球之现实 今天,每年有超过2600万架次以上的航班 在全世界的天空中,近乎完美的、安全的纵横翱翔 使家人和朋友们团聚,促进并保持业务关系 为我们的地球村提供滋养 在国际民航组织的领导下 各国通过商定的包括与环境有关的一万多条技术和运行标准 及其在世界各地协调统一的执行 通过处理非常错综复杂的问题的数百项协定 通过帮助适用各项规则和规章的援助方案等 使这种安全、保安和可持续发展的航空运输系统成为可能 通过国际民航组织的进程 各国和业界正在通过国际民航组织携手合作 协商制定严格的发动机排放标准 有效的运行措施和全面的环境政策 确保航空的可持续发展 今天,先行喷气飞机的燃油效率 比他们上个世纪70年代的原有型号至少改进了70%以上 安静程度提高75% 最先进的技术正在制造出降低噪声、减少排放、更安静和更高效的飞机 这些飞机正在迅速投入运营机队 同样,各国通过国际民航组织携手合作 以减少天空拥挤、建立更短、更节能的航线、共享信息 并为业界贡献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创造一种氛围 其结果是减少了排放 过去三年,国际民航组织在国际航空与气候变化领域一直特别活跃 国际民航组织最高权力机构每三年举行一次大会 在2007到2010年之间的各类会议上 各项活动的进展产生了许多重要里程碑 他们形成了新的大会协议的基础 2009年10月,在国际航空与气候变化的高级别会议上 代表全球商业航空运输量93%的国家重申 他们承诺将继续提高效率 通过与国际民航组织合作 处理促成气候变化的航空排放问题 一个月之后,在巴西主办的国际民航组织 关于航空和带用燃料的首次会议上 产生了航空带用燃料的全球框架 它是一个共享为航空开发和部署可持续带用燃料的 全球最佳做法和举措的信息平台 2010年10月,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 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通过了一项强有力和全面限制 国际航空温室气体排放的大会决议 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 使国际航空是第一个全球共同致力于提高燃油效率 和稳定中期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环境目标的部门 这项决议赢得了国际社会各国和业界的支持 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赞许 很明显 国际航空正在全面处理其碳排放的征途之上 各方都有强烈的承诺 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37届会议通过的决议 反映出国际民航组织各成员国决心通过国际民航组织 继续在处理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中发挥主导作用 这项决议的重点包括 完全赞同到2050年全球燃油效率每年改进2%的目标 从2020年起稳定二氧化碳排放的中期全球目标 要续带用航空燃料的行动 制定一个基于市场措施的框架 尽量减少占全球空中交通小份额国家负担的微量豁免规定 协助各国为全球努力做出贡献的具体步骤 向国际民航组织提交各国的行动计划 包括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需要援助方面的信息 大会还决定争取进一步的进展 并指示将在第38届大会对国际民航组织的进一步工作 特别是落实中期目标基于市场的措施和提供技术及财务援助等工作进行审议 工作方案指导国际民航组织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 从制定政策向实施的方式进展 国际民航组织将通过自愿行动计划 监测达到全球目标的进展情况 并确定各国对于提供技术及财务援助的具体需求 减少航空温室气体排放 同时改善当地空气质量的最令人兴奋和充满希望的机会之一 是使用可持续代用燃料 这些燃料对于航空而言从技术上是可行的解决方案 这已经不再是梦想 现在的重点是扩大生产和分销 以足够的数量合理的价格向市场供应燃料 各国将通过其行动计划 根据当地情况 决定哪些现有措施最为恰当 各国有很多选择 航空气的技术 运行的改善 可持续的代用燃料 和经济手段等 航空气候变化这一难题 有许多组成部分 各国行业及其他利害攸关方必须共同努力 巩固并加快过去三年的进步 国际民航组织是一个全球促进者 为各国与业绩合作 一同为国际航空运输部门面临的挑战 寻找解决方案 提供了一个论坛 它一贯显示出它有能力在促进全球共识 来寻求国际协调一致的解决方案方面 进行合作 这将为子孙后代 保证有一个可持续的航空业 和一个健康的地球 这将为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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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求国际协调一致的解决方案